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5日 星期二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節國際的消息 說到國際新聞 也不是很多人敢 可能那些人也是關心香港話題 覺得不關我的事 不過現在的國際新聞 或者國際政治 絕對關大家的事 在兩年內的革命 我們也是牽動著全世界 而且我們幾乎是改變了全世界的格局 當然這個是有賴總加速師的習近平 幫忙配合 沒有他 中共沒有那麼遙遙欲罪 沒有那麼危險 我們認為他是把中共帶進去 山崖邊 叫做 萬劫不服 這一節 要跟大家說說美俄關係 以及顯示到中共的一個很大的政治轉變 美國 跟俄羅斯的關係 已經是惡化到最低點 所以呢 普京當然是 覺得是要有些改變 這樣再下去 俄羅斯真的會死 事源就是他當年 出兵 吞併克利米亞 奧巴馬當然會制裁 全世界開始制裁 應該是15年 15年 制裁那麼久 也沒有任何改變 中共當然是 用錢去幫他支撐住 中共也是外於他的軍事實力 因為俄羅斯爛船也是三斤釘 你說他流 經濟不好 是窮 但是 也有了道 好了 現在我們 想再跟大家說說 現在的美俄關係 是有著180度的轉變 因為隨著 以往 中國跟美國有一個民月期 美國就打算扶植中國 讓他發達 讓他改變 讓他 做回一個文明的世界 誰知道中共 有了錢 變本加厲 不單止不是文明世界一員 甚至乎 他也是跟文明世界為敵 已經可以看得出中共的狼子野心 包括武漢的肺炎 引致全球的波毒 這是一個最大的致命點 第二 在香港問題 將這個中共 邪惡的嘴唸一一五暴露無遺 到了之後 歐洲開始醒悟 開始看到 新疆維吾爾做的是種族滅絕行為 一連串的問題 我們也看得出現在全世界 都有跟中共 這個決一死戰的決心 當然打仗之前一定要 平衡 一定要評估 評估一下 自己手上的籌碼 如果就這樣打仗 因為中國 即使是一個 軍事力量不是強的國家 但始終也是核武 核武就算不用得也好 始終 危險性也一定有 擦槍走火 或者 正如他們知道自己兵敗了 自己自爆10個8個 引起這個恒指冬天 也是會使得全世界遭殃 所以 現在美國要做的 就是走回1972年 美國的路線 所以 在明天 星期三 拜登會跟普京在瑞士日內瓦會談 這個 會談 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我們 繼續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雙方 在日內瓦舉行會談 拜登強調 會談不是想尋求甚麼衝突 而是要解決華府認為不符合國際規範的行為 他將會非常坦率地 講出美方的憂慮 當然這句說話 普京肯定知道 否則怎麼會去見面 一定會知道整人想跟你說甚麼 俄羅斯為甚麼當時要侵略克里米亞呢 就是當時這個黑海的出海口 如果 這個地方被烏克蘭 拿了 或者烏克蘭跟他一路反面下去的話 他有機會沒有了 這個黑海的出海口 這個跟中共的邏輯一樣的 就是經常都怕馬六甲海峽被封鎖 大家想想 你不做壞事 你不去搞救人家 人家怎麼會來封鎖你的出海口呢 是不是 你如果不侵略人家 人家會不會制裁你呢 好了 俄羅斯 就算你擁有這個出海口又如何呢 你現在 能夠出海嗎 你現在不一樣被人經濟制裁 還有 如果真的兩國交戰 你的 你的潛艇真的能夠出海嗎 人家可以在 在這個 霍斯普魯斯海峽 即是土耳其伊斯坦布那裏 摘行馬 你的潛艇想經過 一定是用魚雷消滅你的 所以你的出海口有跟沒有是沒有分別的 只有 這個世界 你只有和平共處 大家就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好像中共網咬到 以為馬六甲海峽隨時被封鎖 如果被封鎖了 我們就玩完了 我們就被封鎖了 現在不是二戰時代 現在要搞夠你的粗海口用甚麼 你就算 被緬甸 歸順於你 也沒有夠用的 你緬甸能夠出引渡洋嗎 一出就能夠打沉你 是不是 沒有用的 所以 他的思維很難堪 這次我認為普京和俄羅斯 是會有一個 有 建設性的對話 還有 肯定是會 改變全世界歷史 為什麼我說拜登想走回1972年的政策呢 1972年 尼克遜偷偷地訪華 當時 其實 跟中蘇的關係 應該說是趁著中蘇的關係交互 因為69年珍寶島事件 中共和蘇聯在珍寶島就打了一場小型的戰爭 大家搜尋真寶島就知道了 中共就表面上打贏了 而蘇共 博烈日利夫 就一度威脅要用核彈 炸咬中共 當時的尼克遜知道了之後 當然收到情報 警告博烈日利夫 千萬不要這樣做 他們 看出了中共 和俄羅斯 即是當時蘇聯的關係 一定是出現了裂痕 甚至乎他們已經到了敵對邊緣 所以美國就開始拉攏中共來對付蘇聯 當然由那次開始 1972年 中共和 美國眉來眼去 到了78年正式建交 到了91年 蘇共倒台 當然有個過程 就是中共和美國建交之後 80年 杯葛莫斯科奧運 也是將蘇聯的國勢進一步 上約 嚴格來說 蘇聯倒台 中共 是出了很大力 如果不是有中共的背叛 蘇聯可能沒有那麼快倒台 我們說回現在的局勢 跟當年有甚麼分別 其實是一樣 完全一樣的局勢 就是美國看得到中蘇 現在中俄之間的矛盾 中俄 基本上是建基於一種利益 以及一種恐怖的友誼 甚麼是恐怖的友誼 就是美國人要打擊俄羅斯 所以中共就要撐他 因為中共就想找一個 買一個 保險 拉幫結派 隨時 起碼有機會就做一個平衡 但是俄國其實不是這樣想的 如果俄國可以選擇 跟美國做朋友 而不跟中共的話 他一定是跟 跟美國做朋友的 大家都是洋人 中共 斯丹人而已 大家看著上海 合作組織 會議中國的名牌 斯丹人 斯丹人 當然跟這些白人 是不一樣的 當然 現在的俄國 也有 達旦的血統 即是蒙古人的血統 跟斯丹人是不一樣的 我們想說一下 分析這次拜登和 普京的會面 因為你 認真想一下 俄國已經沒有希望成為 世界的 超強 甚至乎 路爾也做不到 因為路爾被中共頂了 老三是日本 日本在軍事上的實力 在經濟上的實力 都遠超於俄國 當然還有英國 德國 法國 全部都在俄國之上 俄國已經變成一個二流國家 而這個二流國家 如果 他 真的要 作出一個選擇 在這個世界的陣營作出選擇 當然會站在 美國那裏 當然會站在西方那裏 怎麼會站在中國那裏 是不是 大家想想 中共現在的行為 基本上跟當年的納粹沒有分別 俄羅斯是不是要做意大利 做默索利利政權呢 現在他已經淪為了一個二流政權 因為一流國家不輪到他 人口萎縮 領土是很大 但是沒有用 領土大 你有三分之一是洞頭來的 是用不了 而且經濟的規模只是及一個廣東 他的GDP只是跟廣東差不多 人口 比廣東多一點 這樣你怎麼在 亞洲 歐洲稱霸呢 歐洲那麼多強國在 所以 俄羅斯的盤算 很大機會 他首先 不會跟中共 一起跌 如果中共要跟全世界作對 他一定不會就受旁觀 這次 我認為拜登就是要跟他說命利害 你 克里米亞是你自己拿來的 沒有人叫你侵略 如果你 跟烏克蘭講和 做回一些好事 甚至乎白俄羅斯也做回一些好事 你不用怕人家圍堵你的 當你周圍都是朋友的時候 你不用怕朋友算計你 但是你周圍跟人說敵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算計你 你每天都提心吊膽 有甚麼為呢 所以這次我認為有機會扭著俄羅斯的決策 當然俄羅斯基於自身考慮 都應該是跟美國結盟 而對付中共 因為中共的狼子野心 已經是向全世界播獨 現在 俄羅斯也是有大量的人死亡 大量的人確診 他們 都是深陷於武漢肺炎的陰謀 所以呢 接下來 俄羅斯跟印度 巴西這些國家為受疫情最傷害的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英國 包括法國 包括德國 應該聯合 向中共追究責任 要中共賠錢 新八六國聯軍 每人分一份 所以我現在認為 美國在做的事情就像當年 不過角色調轉了 現在要拉到俄國來對付中共 這個 邪惡主義的老大哥 而蘇聯 俄羅斯已經做不到老大哥 所以 既然做不到老大哥 不如 拿回一些實際利益 至少不用被圍堵 不用被制裁 做回一個 受別人尊重的領袖 這一節 我們暫時分析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託